好美的画面 我偷走了天使的翅膀 人类把翅膀放给了 它只会给你带来诊咒 不 它还带来了你 诅咒已将你牵蚀 那你愿意 拯救我吗 你是第一个对我如此无理的 我的翅膀在战争中被阻振 我应当回到上帝 接受神 神罚 接受神罚后 我会死亡再重生 翅膀便会纯净如初 为什么你能把死亡说得那么云淡松青 因为这对天使来说很平常 那你重生以后还会有记忆 不会 连我这个无理的神类也不会记得 我从不记得任何人类 你们不过是我漫长生命中 微不足道的沙体 好残忍啊 假如我为你净化翅膀上的诅咒 作为交换 你愿意记住我吗 你会付出超出你想象的代价 我不介意 虽然我确实舍不得我黑色头发的梦 更帅的 我说过 你将付出超出你想象的代价 只要能让你记得我 你做什么我都不会记得你 别再交换 别再交换 他分别恶不我还在 折磨他 像组织折磨你一样 折磨他 既然我做什么你都不会记得我 既然我做什么你都不会记得我 在夜里跳舞 等等 我替你换身衣服 不用 对不起 你知道 是因为诅咒 我 翅膀马上就能还给你了 我会做到的 天使 诅咒会蔓延至你全身 你将迎来 死亡 我知道 除了记得你 你还有 什么愿望 我想要你陪我做一件事 到底要我陪你做什么 很简单的 走一段路 说几句话 在神的见证下 你愿意成为我生命中的挚爱 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 无论现在 还是将来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吗 人类都像你这么愚蠢 神不会见证你 你答应我的 我愿意 我愿意成为你生命中的挚爱 成为你生命中的唯一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直到死亡 将我们分开 传说中 传说中一个人得到天使的余 一个人得到天使的余 就等于得到了他的爱意 与忠诚 但传说只是传说 毕竟在天使漫长的生命中 人类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杀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杀